ASPA成员Karina,Ninning,Giselle 于7月14日 作为嘉宾出现在KBS CrewFM的李奇光的歌谣广场中 由于健康原因 Winter无法参加广播 当DJ李奇光询问最近成为热门话题的 音乐节目结束辞事时 Karina说 不久前我们进行了新唱签名会 学习了一些粉丝推荐的姿势 我有试着做他们想看的姿势 她补充说 Ninning过去经常使用给咪咪 做很多结束姿势 比如我会消失 咪咪 Ninning回忆说 我喜欢那些表情包 所以我想我应该把它展示为 音乐节目的结束姿势 我做了这个姿势 粉丝们非常喜欢它 Karina还坦言 音乐节目本来是有分组收尾的 但后来改成了每个成员的电影收尾场景 我感到压力更大 Nin邀请这个词语正是兴起 是从Produce 1月1开始的 当时 郑采言散发青春美貌 我的观众关注 人气直线上升 歌曲开始会决定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而后半部分 到瞩目的中心人物 会决定之后的发展 而结尾的特写镜头 是可以给大众留下强烈印象的 有时候仅用结尾的一个特写镜头 便可以左右命运 爱的含舍 没有人记住我最新韩语 关键赞和订阅哦